哈喽宝贝们,我是冷静,欢迎回来 那今天呢,给你们做一期戒指的小合集 因为前一阵看到你们在我的街牌底下 问我一个蝴蝶的戒指 那也是我最新发现的一个牌子 非常非常的喜欢 那今天呢,就把它带出来 给你们介绍一些我最近很喜欢的戒指 还有我平时日常喜欢戴的 那这个蝴蝶系列就是我最新发现的一个牌子 叫Ethi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熟悉的小伙伴 他们家做的很多是彩色宝石 真金白银的,还有真钻 我自己特别喜欢单颗比较大 很有造型感的戒指 旁边的这颗比较适合日常戴 在大蝴蝶面前就变得很秀气了 黄金配的小白钻 真钻还是真的闪 最近很喜欢是原因我发现它会打折 当然了,其实钻你平时去这个珠宝店 其实都是能够打折有折扣的 但这个是在Zacks买的 我当时在Marsan上看到它的折扣 这只好像原价是8000多刀 打折到3000多刀 还是有卖的 这个我忘记原价是多少了 我会加到Marsan新元单 说到他们家的首饰盒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它正好给我寄来的一个是金的 一个是银色的 他们家就是这样的包装 反而跟这种一线大牌比 但是是有一些小细腻在里面的 尤其这个小包头 他们家真的做很多特别好看的系列 但是我觉得一定要等折扣的时候再买 老开车带小朋友就变得好黑 其实我平时戴戒指的时候都是 Fine Jewel和Fashion Jewel混带的 像我左手这个就买的APM的 我觉得他们家这些告实的也挺好看的 而且维心度这个是不错的 这个我应该买了得有六七年了 当然了我戴的频率没有那么高 你看我今天拿出来颜色还是很不错的 告实的钻和真的钻的颜色 亮度放在一起比还是挺明显的 但是单拿的时候其实还可以 然后给你们分享一些 自己日常戴多的一些 先从一些夸张的说起 这个呢是我比较喜欢Fendi的 这个就是Fashion Jewel假钻 这也不是什么真金白银 我买的时候经常是配对买的 我项链一起买 它的这个F的项链 我觉得就很像小翅膀 我之前都是金色的或者特别亮 我看到它这个比较复古做旧的 一眼就看中了 不是那种很亮 但是就是很酷的这种一套 说几个Chanel我常戴的吧 之前我还是挺喜欢他们家的时候 会经常买一些他们家所谓的高猪 你看这个就是它的Fashion Jewelry 就是镀金的 然后这个呢是白金配玫瑰金 然后这个呢是Coco Crush 这是它的黄金的 如果是戴钻的戴的话有点像个顶纸 有没有这种感觉 它这么戴出去我觉得有点太夸张了 一般我可能就会隔手指啊 大概这样戴 不是很经常日常 但是我也很喜欢的 是这个也是它的Fashion Jewelry高猪系列 其实我自己很喜欢的一个手指上可能戴一个单件 食指再戴一个 一颗戴大一点 很喜欢这个 其实我觉得Chanel他们家意价比较高 但是他们的设计我是真的很喜欢 他们家的这个首饰盒 做的也蛮好 我还以为这是空盒呢 这个是当时买的他们家Coco Crush系列的耳钉 天呐 这个被我找着了 因为我自己是没有耳洞的 所以等于相当于这边这个没办法戴 一直没有去改 他们家的高猪是可以给你改成耳钉的 这个是一个耳骨夹 它挺逗的 它是一边做成了耳夹 另外一边是耳钉 但是它不分开卖 当时很喜欢就把这一套买了 这根本我从来都没有带出去过 我觉得这一套还是挺好看的 它加上还有点铜 这个是黄金 然后配一圈钻的 跟这个是一个系列的 这个 这个其实是我跟海豚的一个对戒 Cattier Tiffany系列的 一直都很喜欢这一套 这种玫瑰金和黄金混在一起的 但是本身我还是有一个小宿川的钻的 他们家配在一起带的 但是我找不到了 还挺好看的 还有一个可能我带的比较多的爱马仕的这只 好像这是什么猪鼻子吧 后来就一直没有在下手买他们家什么戒指 涨价的太高了 我这个戒指真的带的是最多的 这个也很好看 其实我有看上他们家那个三圈的 带钻的我觉得有点贵 可能每天配大件的时候买一个 这一只呢也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 Find Jewelry 它这个是Shooting Star的一个系列 但这个就是我后来就比较喜欢白金了之后买的 它这个Shooting Star好像有不同的几个系列 选的是这一只 那另外几个比较大颗的我日常街拍的时候会经常搭的 是因为我自己很喜欢珍珠 欧洲的一个小众的牌子 它镀的这个黄金的 分量还是挺足的 一大颗的人造珍珠吧我觉得 对它不是真的 还有一个就是Chanel的这个 Chanel只要它原来做这跟珍珠系列放在一起的 我还是都很喜欢收的 就是这种Fashion Jewelry 但是你看这两颜色就是Chanel它镀金的 薄薄的这种香槟金色 也会氧化真的还是挺似的 就是他们家的Fashion Jewelry 我觉得应该是非常赚钱的 一颗都是几百美金 而且就怕货比货 这两个带在一起的话 镀金的程度真的是相差甚远 我有一只特别喜欢这种特别夸张 颜色特别多彩的 你看Chanel他们家就经常做这种 但这种一看我觉得就挺假的 因为它不是彩色钻的颜色 这个也是属于比较大颗的 装饰型的戒指 这还有一颗深的比较夸张的大戒指 都是配一些度假的连衣裙 之类的手穿 那最后呢就是分享几个 这个是我去年在Celine的Outlets买的双指戒 那挺喜欢 就是最近比较喜欢裤啊 春冬天配一些机车夹克的时候 这样的戒指 戴上也是挺帅气的 我有一些比较喜欢的双指戒 像这个 双指戒是有一个方向的 因为有一个只有大 一个只有小 对 这个是Versace的 是之前买的 Gucci他们家的配饰 也是挺好看的 就做的 但他们家做的都很花里胡哨的这种 就平时你看带一颗出去 这衣服不能花纹太多 穿得太复杂 因为重点全在这个手上了 VV Westaway 我自己还是蛮喜欢这种连指戒的 我买的更多的是这种fashion jewelry啊 就是带着玩的 因为这个戴上以后 你三个指头上面都有装饰了 一劳永一型的 好啦 那就是这期我日常会比较带 或者是街拍带的比较多的一些 戒指的合集 希望你们喜欢